接著到這個13年特律題 現在有兩條curve 一條是C Y-X2-2加2X加4 L1Y4,L2X等於5 C就是這條拋物線 跟L1相交於04 和44這兩點 這條是44 PARTA叫我們找到陰影部分的面積 陰影部分的面積就是上curve減下curve 所以應該有分兩段 一個是0-4 一個是4-5,因為這段是5 0-4,C是上curve 所以是-X2-2加2X加4 你要減下curveL1,所以減4 DX 再加回由4IN到5 上curve下curve就調轉了 所以就是4- -X2-2加2X加4 DX 那就會由0IN到4 -X2-2加2X DX 然後再加由4IN到5 那就會是4加X2 就是-2-2x-4 DX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會有次方加1 就是-X的三次 再除6 因為再除3除2 再加次方加一除新的次方 就是2X2 就是over2和2弱了 所以就是X2 你寬回它 代4代0 再加回這裡 你看4和4弱了 所以就是由4IN到5 X2over2-2x DX 那這個位置 看回你代4的時候 就會是-4的三次over6 再加4的二次 減回代0 但代0就全都掉了 到後面IN了 X的三次over6 接著就減回2X2over2 這個二弱了 所以就是X的Squared 這裡是X的Squared 你寬回它 代5代4 所以就會是-4的三次over6 再加4的二次 代5的時候 就是5的三次over6 減5的Squared 代4 減回4的三次over6 加4的Squared 因為留意你這個負負得正 所以就變成加的 那夠數也蠻醜 所以一起按一按幾了 那就會是-4的三次除6加4的二次 加5的三次除6 減5的二次 減4的三次除6 Sorry 4的三次除6 OK 接著就加4的Squared 所以答案就會是6.5來的 就是這樣 3 vagy0 3的1 5的3